我现在在西双版纳景洪市的城的西南角 看这个周边啊 这景洪周边都是山 被大山给包围了 前边两公里就是 有小东北之称的融创城 这河叫流沙河 这河水比较混沌 种着比较高的这个芭蕉树 往南一点是这个机场 嘎撒机场 再往那边呢 就是曼东峰地区的那个大佛 这个方向就是景洪市的城区的方向 在在城区的边上 就来一个飞机 这离机场很近 这边是什么地方的 这边是一种高的楼 什么地方的地方 是四十年 百里面楼 这边是一种高的地方 什么地方的地方 这边是一种高的地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是22度 最高气温26度 下午4点了 下午4点了已经 这天气也特别的好 这当地的农民在种菜 这有个当地歹族人的村子 我们进去看看 我这车不一定能开进去呢 我这车 看看他一会儿有没有提示啊 超出这个范围 我现在骑的是一个共享的电单车 他一会儿该有提示了 这家是养鸡的 一股鸡的味道 看看人家田地 人家这地多棒啊 这都是 这个含水量挺高的 种的什么呢 不知道种的是什么 看看他们家一层二层 挑高特别的高 他们家 他们家是做生意的 做这种石雕的 应该不是石雕 是水泥做的 多棒啊 咸云风光 而且这个村子叫曼什么村 这边的村子几乎都叫曼什么 曼什么 他们是语言道质的 曼就是逮语村的意思 村寨的意思 叫内地叫叉叉村 他们这边叫村叉叉 看看 田园风光 一片田园风光 但是 这是什么 种的是什么呀 种的是水稻吗 这个水 这田里边还有水 拉近一点看看能不能看清啊 我也不认识啊 这农作物我就认识小麦 哎呦 哎 干嘛好天我这还干嘛得感冒吧 前几天发烧刚好 哎呦 这么耽误我周末喝酒的大忌吧 这种村子真是太好了 这种村子真是太好了 这还藏了两只鸡 两只鸡藏了 哈哈 哈哈 这能不能下去走一圈啊 看看下去走一圈吧 哎呦 没有蛇吧 没有蛇吧 这还有这个这是什么动物还动呢 蜗牛吗 一种小型的虫子 哦 这还有田螺呢 这是田螺 这里边田螺挺多的 看这还有一个 哦 这边的农田都这么精致啊 走到这是真正的田间地头 这个是种的什么呢 这边寒水量都特别的高啊 这里边都有水 嗯 这种村子还是比较富裕的 一般都是一二三 盖了三层 它的一层跟二层挑高特别的高 比华北地区的要高的多了 这就是当地的村寨里边的房子 几乎都是歹族啊 这边没有什么汉族 歹族是占了百分之三十多 好巧 然后其次就是哈尼族占了百分之二十多 像还有什么 什么壮族啊 什么乙族啊 都在山里边 山里边这个什么乙族比较多 啊 这边汉人一边都是 这边的汉人就算少数民族了 哎哟 这个草啊 踩着还是真软 这光脚鸭子 踩一会儿应该挺好的吧 光脚脚 按摩足底了 哇 是很舒服啊 这家人啊 这盖这么一栋房子不得小一百万啊 再往前看看 看看能不能 嗯 曼景泰村 这个叫曼景泰村 村口一般都有古树 这个是个寺庙 寺庙一般都在村口 哦 歹族人也信佛啊 也重佛 然后他们也喜欢这种金黄色的 嗯真干净啊 里头这个地板啊什么的都很干净 啊 银居参观哦 哪有可以银居参观呢 啊 这就是个 歹族的大娘 他们一般 头上都带着头巾 哦 这个 这个房子比较老了 这个房子应该盖的有年头了 比较简陋 啊 这外观就是 普通的砖垒的 那前面这小楼就是比较好的 他们都很有情调啊 这些盆栽呀 绿植呀 都挺多的不 刚才这个也是 这个 这家人是不是不经常回来呀 住这个村子 跟住通州似的 正好在这航线上面 住这航线上面也是挺烦人的 这家人 没人住嘛 有人啊 有人啊 有人住啊 还有车呢 一般都是这种结构的 这家就比较盖的比较好了 那大部分家庭啊都是盖的这种啊 二层三层楼啊 那大部分家庭啊都是盖的这种啊 二层三层楼 这个村子还是相对比较富裕的 而且每家呀这个地方都很都很大 嗯 家门口种着这个花啊 绿植啊什么的 他们 歹族人啊一般 不排外 相对都比较热情 尤其是他歹族啊分 水歹跟汉歹 水就是喝水的水水歹 他们过泼水节 汉歹好像在林仓那边比较多 呀 啊 啊 现在 已经闻到 烧柴火的味道了 他们每家呀 都会存一些柴火 开始烧柴做饭了 哇 小跑车 小宝马 看看云克 云克就是西双门纳的车袍 家家都养鸡 我发现 鸡叫成不绝鱼味 看看 人歹族人啊 真的很有情调的 几乎每家都有绿植 这个东北大哥应该是租的 在村里租的房子 曼井戴村 隶属于云南省西双板纳州 景洪市嘎萨镇 漫卖村委会 属于坝区 面积2.08平方公里 海拔540米 年平均气温22.6度 年降水量1200毫米 适宜 适宜种植 橡胶 水稻等作物 农民收入主要以林叶 橡胶为主 据2009年的数据 全村有农户149 共有人口710人 这飞机也是一会儿一段 一会儿一架 一会儿一架 都是刚从寒冷的北方 坐着会飞的机 来到了美丽的西双板纳 他们下飞机的时候 一定第一件事 就是脱衣服 穿上短袖 然后就是欣喜 我到了春天 然后过了两天 就见怪不怪了 那个心情劲就过去了 该村以歹族为主 其中歹族693人 汉族16人 哈尼族1人 竟然还有汉人16人 估计是当年知青 或者戍边的部队留下的 大象到处都是大象孔雀 孔雀和大象就是 吸收满难的吉祥 OK 歹族的村子就逛完了 去看看 那个歹族人下午才有的 这个市场 农贸市场 这个就是刚才逛的那个村子 这个就是村头的果园 不知道这是什么树 有没有认识的朋友 这是什么树啊 什么果树 我看着是不是像芒果树呢 也没长果子呀 不知道是什么树 这个两边啊 我都认识芭蕉树 这个是芭蕉树 这个芦苇草 芦苇草 我第一次见长这么高这么粗的 像北方的芦苇 还没有这么高